这在2021的珠海航展上 我们空军展出了无尊7 无尊8 这可以说这两款是咱们无人装备体育当中最高度最精尖的产品 但我们是来用速度和高度来突破对手的防御体系 您怎么看我们这种无人机的发展 一个是远程的一个是高速的这个无人侦查这一款 将来应该说反映了我们无人机技术发展的快速的发展 无人机我们过去做过很多的节目 也聊过这个专下的发展 那么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的发展 还有一个就是高速无人机的发展 这个都有它不同的用途 可以满足我们的空中作战体系 完善这个体系的一个需要 无人机也是个未来的发展的重要方向 我们目前在无人机技术发展上走到了世界前列 2021年的主外航展上也展示了攻击11 当然在航空业展台上是 这个J20运20直20加上攻击11 这几个平台的这个展示 还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 所以我们现在无人机的话 实现了这个一个是高端化 技能不断的提升 高速化这个也达到了 远程化 长航时这个也达到了 而且这个平台的种类 在不断的优化完善 在不断的增加 这个也是 还有一个就是插打一体 这种能力的不断的提升 这些都走到前列 将来的话可能在智能化的水平 在体系的融合水平上面 我们还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 满足我们空中作战能力 提升的这样一个需要 满足我们战略空军建设的 这样一个需要 包括了我们这个 像其他的一些平台 像将来的这个 下一代战斗机探索当中 怎么解决有人和无人的 结合的问题 还有在运20的基础之上 将来新型的这个 以运20这种大型平台 为改进的 新一代的预警机 这样一个和这个 未来的无人机的这种 空中体系的这种匹配 和组合和作战使用 这些都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相信随着我们航空工业发展 随着我们电子工业的发展 随着我们代药技术的 不断的发展 我们的空中的作战体系 会不断的得到完善 所以这个里面呢 还是大有可为的 应该说啊 这个十多年呢 我们来回顾这个十多年的 这个快速的发展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样一个 我相信在今后的 十到二十年里面 我们空中的作战体系 会进一步的得到加强和完善 我们战略空军的 这样一个能力水平 会显著的提升 到那个时候的话 再有个小十年的时间 到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空军 必将在装备的水平 作战能力的提升 还有人机结合等等 战斗精神方面 我们会走到世界的前列 但是我们 不管怎么发展 还是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 维护我们自身的利益 同时还促进世界的和平 相信到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有更好的基础 世界的和平 我们国家安全 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